有個消息嗎 哇 很難看 我又騎死你了 你騎死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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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先介紹一下我們自己 我們今天有什麼來 來看我們做的目的 我們是廠房基金會 廠房基金會 基本上就去跟我們對待 我們主次 主次是公共的MPO企業 讓你們協助他們 做一些設備規劃 公司 讓我們做出來 然後自己的出感色 不是啦 不是的出感色 就是我們出完自己的 我們就 對話的一半 其實我們在講 對話的一般技能元素 是什麼 跟大家所謂的對話的一半 對話的一半 因為我們今天來 來拜訪你們最初 我們在對話的一半 在很多年的參與這塊 是非常有經驗跟新的 所以這是你們基金會 自己出來的 對 這是第二個書 第二個書就是 《Power and Love 》 《Elon Cohen》 它基本上就是 用對話做社會辯論 像南非的一些案例 等等 在這個書裡頭 我也有請 我們在後面有一個台灣自己的小小小的社會案子 就想說給我們參考一下 不是參考 如果我們有任務 就是我們2008年的時候 把基金會的定位 也在對話裡這件事情為主 做了我們的基金會的一個使命 對 那這多年來其實也慢慢的很多工部門 還有一些 當然就是企業也慢慢重視到這一塊 所以對話這件事情變得是大家非常重視 就是想說要怎麼去做的一個很重要的核心能力 那這也是我們多年來一直在廣 這個方面在努力的事情 對 那這幾年來跟工部門也做過蠻多的合作 像那個弘彥政委和南社會社會企業的時候 他就想社會企業中央跟地方怎麼合作 所以就有推動一些 對 大家會說共識的 就是願景工作房間類 之類的 農委會上 也有 可以從最高的農委會 很多的一些願景 然後到地方 好像還有教育部 所以我想說 好像這個可以紀典禮 但是同時呢 又知道我們在數位跟在這個社會企業這方面上 常常當然要需要各方的一些討論 我又聽說 您這個用過RID來開會 對 所以這塊我就更引起很多的好奇 我跟Jacky兩個人都是certified facilitator 對 就想說 我們想說 來問問您一些 demonstrate 跟您請教一些 好 沒問題 這是聖文 我們很開心的時候 不知道是有的 所以我們自己也會錄音 然後我們想會做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會把它變成我們新的身為的報 通常就是兩三個月會 對 大概讀者有两三千人 我内外 那这个用意当然也是想让人知道 就说我们在台湾的政府 就是政委 我们会有一个跟民间不同的 第二个跟民间不同的不同方式 第二个 您在开会上是怎样的听取 多的意见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 那我们就先从外开始 我们想知道就是说 您在开会上 在什么样的会议上 然后是怎样去订用啊 对 对 通常一般是怎样带动 然后在进行上 在有什么样的顺利的地方 OK 是 我们现在在行政院里面 有一个叫做协作会 Collaborative Meeting 那它是每个月大概有两场 现在已经大概接近四十场 的这样子一个机制 那这个机制 那这个机制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教育训练 那任何部会的朋友来参加 他都配报终身学习的时数 所以它是 同时具有教育性质 但是也有解决问题性质 的一种播放对话 那协作会议进行到现在 我们是每个月在每一个部会 都有一组人叫做开放政府联络人 那就是所谓的PO Publication Officer 那这些人它是有一个行政院的一个要点 就是叫做开放政府联络人设置要点 所定义的 那所以每一个部会 它挑出这样一批人 它不一定要是 哪一个特定的背景 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 就是大部分的人 它都是有可能是国会 或新闻联络的背景 或者资讯的背景 或者管考 跟业务相关的背景 大概是这些不同的组成 那组成一个跨学门的 跨直系的这样一个小组 那这个小组做的是什么事情 它们做的事情就是说 它们对内 试着去把它们部里面的 比如说它们有一些三级机关 或者四级机关 当人民有一个诉求 或者现在有一个联署案的时候 它要统合这个部会里面 三四级机关的引荐 所以它自己要有这种协调引导的种能 是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跨部会的时候 像我们常常有一些联署案 它有多余一种的解决方式 那这种时候呢 像我们常去的一个案子是 在恒春有八千多位朋友 他们联署 希望内政务的空情总队 把黑鹰直升机放到恒春机场 来当救护车用 那在它后面的反映出来是说 它离最近的一个大医院 要救十分钟的车程 后送不方便 那在我们有这个 开放政府联络人的团队之前 这种有多重解法的评论 往往很难有一个很具体的回应 因为常常内政部的想法就是 我没有多的直升机 对 可是可能就这样就毁掉了 最多是它可能觉得说 旁边国防部有一个军营 要不要问问他们 那国防部可能也说 我们军营不是哪来这样子用的 那要不要问问交通部 那交通部可能是说 不快走道路可能没有办法这样直接开之类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要点里面 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要点里面 特别写说 权责机关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时候 那国防会协调 国防会协调如果大家都觉得自己不太适合 那就大家都会变主办 一个都跑掉 所以主要的目的是说 在每个部会的公共政府联络人看起来 我们每个月开会的时候 别的部会的公共政府联络人是固定的 它不会跑掉 那只有这样子才会长期关系 长期关系才会有团体动力 那如果你每次都是不同的承担的人 那是不可能有团体动力的 对 所以在这个组合底下 我们才能够发现说 像恒春这样子一个案子 我们一进去的时候 就是所有可能相关的人一起进去 然后到那边 又是跟所有可能相关的利益关系人 然后呢 大家在一起进行讨论 那这个就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我们是 又运用一种心智图的方式 人家像一片图一样 去开协作会议 那这个就是叫做 issue based mapping 对 那这个系统呢 是我们有一位张芳瑞顾问 他是在英国的Policy Lab 就是内阁办公室政策实验室 开发的这套系统 他拿回台湾来 他当然是台湾人 对 所以他在RCA学服务设计 然后之后到内阁办公室的政策实验室 带账和协作讨论 那但是他当时都是内部的跨部会 就像你们带那个公司的一样 对 但是我们现在回台湾之后 因为这个是开放政府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是第一次是连外部的离台关系人 就是包含议员啊 湘敏代表啊 这是真的吗 周向啊 不是PPT 或者是当地的医院的院长啊 所有的连署人 他都有资格来一起讨论 所以这样子画出来的政策的架构 他大致就是先把它分成一些面相 那这些面相呢 它里面有些事实的佐证 那事实可能就是用蓝色的卡片 OK 就是你的O 对 就是O的部分 有一些蓝色的卡片 对 但是从这个事实 到大家的就是具体的诉求 很多诉求它都是已经非常细 就是已经很细的挨到低的那个程度 所以我们尽可能去还原 说这些诉求提出来的时候 这些绿色的提出来的时候 它到底是回应大家的实际的什么感受 好比像说大家希望让在地医生回来 大家其实是希望让医护人员把心留在这边 那这些是你没有办法去看当时的诉求或提议 你就知道了 要一步一步往回去问 所以我们那些都会其实就是把 所有大家在联署的时候提出来的可能的解决方法 试着先往回一步 试问说它到底回应什么问题 那这些问题里面哪些是主观的成分 感受的成分 哪些是有事实阻症的成分 那事实如果大家彼此之间没有对齐 那我们先把事实对齐 对 所以以前的抗争 就是当年五千人的时候 它其实ORI可能都不管了 它就是要一个底 就是最后一步 然后一定让你怎么样 那在我们现在运用这样子一种 协作的方法 我们是试着一步一步往回推 就是说我们先有这个联署 先有这个诉求 但是我们问说 那你到底具体建议可不可以分成比较细的 那结局建议 各自又回应怎么样子的一些主观感受 其实主要哪些是想在后面 又有哪些事实在做作证 那这样一步一步回去推 之后大家就像拼拼图一样 看到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之后 会有一个insight出现 因为我们团体动力就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都抒发了自己的感觉之后 然后就觉得说 其实一团困乱 那总是会有人跳出来说 我知道一个解决方法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收敛到比较可行人 所以像恒春那个案子最后的做法就是 我们希望当地的那个医院能够扩建 让医护人员能够有处身 然后新的设备也许先采慢 还没有医生没有关系 也许高雄的医生来这边先做训练 那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 不是把人再上直升级飞到高雄 因为中风不一定很适合这样飞到高雄 还是让高雄的医生趕快过来 然后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那后来 因为我们是礼拜五开送其实做会议 隔一个礼拜一 我们就会把大家的公式 包含确认过的就是精细的公式 不一定都收得到 或者是至少大家不太排斥 粗略的公式 这个通常收得到 那或者有的时候 这个都收不到 那就是先确认整点嘛 那这个总收得到了吧 这样子整理成一份 那我会拿给院长 然后也会拿给其他的政务委员 那像当时院长看了这个案子的时候 就说那他觉得破建恒春旅游医院 是确实是很好的 因为他可以看到各方利益的关系 虽然没有他完全满足 但至少没有人来吃他 对 那这个时候他就实际去农村去看 看了之后他就破款 然后3.3亿吧 然后现在就已经开始盖了 应该快要给盖了 所以就是用很快的速度 就是在大家有点数 有多少时间 对 3.3亿就破掉了 他联署大概要前后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联署完成 他从联署完成之后 从我们学习套会议 到协作会议的当天 大概有两次会前会 然后跟协作会议本身 所以三次会 大概前后一个多月 然后这个一开完之后 林全院长当时 应该是隔一个礼拜就下了农村 然后他回来之后 大概又花了快一个月做行政作业 所以从有联署到最后这个开版 大概前后不到半年 就是林全院长在的时候 对对 你那时候不是在政委 但是就开始在新农村 没有 就是说这是我不是政委 林全 对对对 他一直在最后面 对对对 那像在现在园长的时候 我们也有处理一些像 同步的那个南方四岛 就是想要进食捕鱼的 跟尿活会有鱼类的朋友 那那个也是 大概三次会前会 三次会后会 大概半年之内 有一个就是具体的一个特性方向 所以这个每一次都有 这些社会人一起吗 对是的 所以我们会邀别署人 五千人里面 大概总是会有四五人 愿意参加 其他人有些线上参加 有的时候就是事后去看 嗯 所以就是大家像拼图一样 那 那actual actual 讨论的时候 是多少人 actual讨论的时候 一个房间里面 大概 三十人之内 二十人是比较常见 那一些地方性的 像刚刚提到的澎湖 我们会有两个会场 那一个小的会场是 厉害关系人 那一个大的会场是 三公民 因为大家可能本来不知道 有这个联署 但是毕竟跟大家都利益相关 而且联署是网络上的 大家也不一定都上很多 嗯 所以我们就是把 通常是县工 县市公所 或者取公所 的一个大的礼堂 嗯 那大家就在礼堂里面 去看直播 直播就是那个小房间讨论 嗯 然后同时秀的简报 嗯 那这个时候我会在大的 那个会场 嗯 是我们专业的第三方主持人 嗯 在小的会场 嗯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是正委主持的话 嗯 第一个拘束力太高 嗯 然后第二个是说 大家一定觉得我偏向公募员 嗯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都会强调说 方略达不是公募员 他是第三方的中立主持人 对今天是没有厉害关系 非常不稳 对非常不稳 那但是我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在那个大的会场 嗯 我可以吸引SMG车 嗯 我可以吸引来抗议的民众 嗯 我可以吸引想要澄清的 跟这个案子其实一点关系 都没有 嗯 对那他们当然知道正委在外面 嗯 他就跟着到外面 嗯 可是因为直播是单向 对 所以他在外面怎么抗议怎么闹 跟里面好乐完全没有关系 对对 而且他心理动力是这样 就是旁边的是在看电影 嗯 所以你闹得太凶 别人也会制止你 所以我们要看讨论啊 对对对 所以他们在看讨论的时候 有一些专业术语什么 就像求评一样 就是说现在秀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意思 飞机的起降的角度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他现在要拿这张简报出来 我就翻译成长迷语言 那大家有任何问题 问的时候他可以用提问单 可以用线上提问 可以跑来跟我讲 那我觉得说 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新的point 而不是只是情绪化线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线上的这个看看 那这个看看 里面那一间小房间就会看到 所以他们看到是过滤过的 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新的point 才能进去 那不然他外面 他拿在过喇叭子 那样都不会干扰到 就是另外一个小房间的讨论 所以空间那还是这样 真的里外都可以互相的支持 这样很棒 就是说其实里面人家demo一个conversation 一个正式的一个对话 一个场景 让外面的民众可以看得到 没错 我觉得很棒 真的 所以这样也 那我们一般民众怎么 不好意思 我们一般民众怎么要 更能够参与这样好的 就是说在小卫小的当然能够参与 可是那个是跟我们有 虽然在很存好 对 所以我们一般作为公民 对我们有一个 YouTube的一个频道 就是PDIS 就是我们的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公共数位创新工程 Digital OK 对PIDIS 那我们有中文网站 也有YouTube的频道 这个Facebook也有 Facebook没有 对 但是我们基本上有直播什么 大概都会在YouTube频道上 那如果你当年有参与联署 那当然你会留点email 那这个事情不是外email 所以要不要报名等等 那我们PDIS 其实这里最后讲一句 就是说 我们其实核心价值 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开工生意 我们的核心价值 其实还是建立不新 对 那以这个为核心 再去做其他我们再做的 大家看得到 比较外全的绿色的这些事情 对 这些网路上都有 网路上可以 一些网路上 OK 所以我可以 对对对 希望有回答 没问题 之前您讲到说 就是说 也是当成是一个公务人员的 在此进行的方式 就是学习指导是吧 还是学习ORID 我们现在是讲三种 就是它的所谓主持技术 主持 对 主持技术 我们比较没有说 引导技术 就叫Moderational Facilitation 对 对 那原因还是因为 开这种正式会议 大家还是习惯那个引导师 去叫主持人 对 因为他毕竟是 麦克风在他手上 对 而且他可以控制下面要麦克风到谁手上 那这个在公务体系 这就是主持人 对 硬叫引导师 他们觉得很奇怪 对 一定要 OK 对 所以我们还是说这是主持技术 对 当然除了主持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两个就是 转移的技术 就像我刚刚讲 把专业语言转移成长迷语言 OK 但是也是长迷语言 怎么转移回 公共行政语 方向转移嘛 嗯 那最后一个就是记录的技术 那这个记录其实就包含 像这样子的视觉影像记录 直播 那或者是文字记录 所有的这种 让大家事后 如果他当场错过了 他尽可能重现的现象 讨论品质 但至于是一个很重要的情绪 嗯 这很棒 因为在那个加拿大 他那个就是所谓的ORID 或是其他参与的 企业性的技术 加拿大政府跟这个ICAA 就是在交应到的 是 是 他是有些合作 而且就是说 公务人员 可以当成他的在此技术 是 那我觉得很棒 今天才知道 台湾这个 是文官室吗 是在文官室 对 我们接下来 会跟国家文官学员会合作 去规划叫做 建任生建任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是还没有完全确定 因为我们先去释交了一次了 那他们反应是难跑 所以 以后有可能是会 纳入建任生建任的课程 就是说一个公务员他从 比较七层 然后他要变成要是领导的阶子的时候 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训练 那我们现在会希望说 我们也适度的把这样子的一些技巧 变成是说他如果要 不是只是执行了 而是他未来要规划的 那他必须要有在这种冲突里面 找到工作这样子的 对 这就是一个参与式的规划 对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也去文官 我们也带入一些的课程 然后尤其是他们是做教育训练的嘛 那就是有些国外的 也是文官的人到台湾来 然后来上课 就是有一个work out 也是九天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是只有两次进去 但是是带他们讨论 他们就觉得 这有skill 我们也需要 只是说我们一直没有机会 可以就是在文官的培养的体系里面 并没有这样的课程去教他们 但是很开心知道说 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其实我们在现场看到 尤其像我们在地方 有时候地方政府 其实不是很需要公务人 你就可以这样 没错 对 我们现在看到政府联络人 是一个中央的制度 所以现在就是误会有 那有些误会他觉得很不错 那他的三级机关也开始有 但是这都还是在中央 那地方的话 我们目前继续转移 就是去demo 在台北台中 接下来去台南 都会开始谈结合作 可目前都还没有到说 他们就觉得说 好 那我们就变成要点的程度 可能在宣传完比较有机会 但是我们总是就是 先在中央示范 然后希望地方政府 慢慢也可以做这种 我觉得他们跨举处 就像我们跨部会一样 如果内部厉害关系 不先用这套方法 知道说这套方法 可以达到比较好的 甚至品质的话 其实你让他们去面对外部的人 就很害怕 对 因为他们连内部都搞不定了 怎么会有力气去搞外部 对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像去年吧 有一些SDG的所谓的公民对话 对 其实可能都是怕听到太多不同的声音之后 不知道怎么办 就会沦为Q&AQ&A 对 就觉得很可惜 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在对话 在澄清这样 对 因为SDG是失效 可是我们目前部分 不是用SDG来编部会 如果是那样的话 就没有问题了吧 但是事实上就是 可是有个SDG是吗 有一个永续会 对 有一个永续会 可是永续会 它是一个横向的任务编组 它并不是说 我们专门就因为SDG的关系 去设立这个 好比像说 永续城乡部啊 这个 消灭不平等部啊 这个 尽缺生活品质部啊 或是这样的 还是去盘点 所有的各部会里面 跟这个有关系的 所以同样一个目标 它可能是分散到四五个部位去做 这个时候 对 靠合这个目标 这四五个部位如何分工 对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想 这个要先做到 我们才承认很多人工人去做对话 就是内部 就像这样 就是内部 那您刚刚也是多少谈到了 就是说您在你的政务委员的角色上 可以多跟我们说说 是你自己负责的数位跟设计吗 是 也许可以多多多讲几个字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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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主要的工作项目 大概 之前是社会企业 那是冯妍老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应该是在发院的时候 会颁布新的阶段 叫社会创新行动方案 就是社会创新行动方案 那这个部分跟以前社会行动方案的时候 大概有三个主要的不同 那一个是说 因为Social Enterprise 当年是翻成社会企业 不是翻成社会事业 所以感觉上就是比较偏向公司的组织 但是其实台湾大型的NPO 大型的合作社 其实是非常多的 而且也可以说是最早的 不管是绿组商的合作社 或者是协商的基金会 或者是一些他的协会 其实你说他们在 营运的能力上 并不逊于任何公司形态的企业 对 所以我们现在会强调社会创新的原因 就是希望说我们不要 那么一听到企业就想要关死 而是说把各个不同数字形态 都拿检台这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这一次的方案很明确的 以SDG作为它的价值主张 所以整个社会创新情统方案 它的目标就是时间SDGs 然后展现各种不同的创新的方法 解决社会不断干净问题的点分 所以这个也是价值设定上 以前比较是对内的 就是台湾的推力 但是我们现在SDGs是全球 就是我们是全球17个网络里的 一个伙伴 就是要做到第17项 对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外交部就有艰难 以前设计方案外交部 是没有角色的 但是现在外交部 是有非常持重的角色 因为这是我们的 包含企业的外交 人权外交 医疗外交 每一个都是SDGs 对 所以这个就是外交部的角色 所以就是说 第一个对内部跳组织形态 第二个透过SDGs去进行外交 那第三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是用需求反应式的方法 简单来讲就是说 这不是完全不是由上而下 对 这个是完全peer to peer 对 就是我透过不断的在寻台湾巡回 透过礼拜三在这边 任何人都给来来找我 透过不断的公开 就是造成一个 我们帮解决社会问题的朋友 解决大家的问题的这个气氛 就是我们不要挡路 那 因为政府一年才能改一次方向 但是社会问题它冒出来是 每天每天都会冒出来 所以我们一定是靠民间的伙伴 那民间的伙伴如果被我们的政策挡到 被法规挡到 被什么挡到 我们就马上以周围周期的 来送榜来挑适 那我们的想法是说 因为以前都是我们先订好KPI 民间等于像是厂商 就是去执行 那这样的话 你要改变方向力 已经等下一年了 对 但是我们现在是反过来 是说民间来帮我们订 中央的事情是什么 那如果可以有 中央努力 就是可以觉得 伙伴在一起做 我就把32个部位想成 31个PO 他们每个都有年度目标 中央银行可能要赚钱 其他都没有 所以他们的年度目标 那如果有扣合 而民间去做 工部门去做 要来得顺 那我们就征服民间 马上就有征服民间 这个时候 他的目标就是 民间在设定 而不是政府在设定 政府就是 不打工 帮忙 需求反应 那大概就这三个 是跟一些设计方面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社会创情是一个 那我另外一个工作就是 开放政府 那开放政府 那大家已经提了 就是开放政府 有多人的协调 然后开放政府职能的 这个培训 然后开放政府的 国际网络的这个 连结等等 就是也是一个 那第三个部分是 行政院有的青年咨询委员会 那我们有许多的 亲私的滋味 那包含SDG 或SDG里面没有的 像有住民族的一些权利啊 等等 我们的亲私关心 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 亲私的一个平台 大家就可以实际在 我们这个平台上面 看到说 我们亲私委 关心的层面是哪些 及他们提过哪些案子 真的有进入公务系统 然后也真的有改变到 我们的就是公共政策 那这部分 大概在网站上都有 所以我就不无多说 就是找青年咨询 我们回来就可以找到 那我们这一届的亲自 就快要换街了 然后明年年初 会有新一届的亲自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 就是青年议题的 一个图像的一个盘点 就是把这一届 所有的亲自 都换成过的议题 然后我们蔡总统的 青年证件 这个都已经列入了观考 然后试着去把青年 从一开始 到他成家立业 中间他会碰到的 各个状况 我们试着去用 我们叫做生命周期 一个life cycle life event的方式 去做一个图像 而不是好像 他们别类 都会的那个方式 因为部位 往往他会自己 很想推一个 可是从青年的角度来看 我加入车之后 那下一步呢 下一步可能没有了 因为车部会 没有管到这里了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 试着把这些都接起来 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青年参与 还有青年可以赢 最快 所以大概社会专心 开放政府 青年参与 这是我们三个专的方式 好 谢谢 所以看起来政府 总统也是用了一些 不同的方法 想要多多听民间 然后开放社会参与 是 那 我不好意思提一个东西 就是说 那时候刚 蔡总统刚上来 安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我们也很有荣幸 跟几个朋友 就忙政府做 新政府做一个 所谓的公式 是 想要成为最会 跟民间沟通的政府 那时候我还可以进来 对 是因为你还可以进来 对 对 然后 可是这个意图很好 可能在执行上 或者在什么情面上 对 对 隔远就是部长三家 是 对 就是部长跟部长三家 对 对 就您现在加入政府 来看 您在心目中 你觉得成为一个 最会沟通的一个政府 是吗 他的理想状况是什么 然后是什么 造成了现在好像 就像刚刚那个种子 是希望 对 今天政府有信任感 造成现在的一些信任上 一些危险 我想政府 政府信任人民是第一步了 如果政府自己不信任人民 要求民间信任政府 那个叫法西斯 那不是台湾的这个方向 那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可以化约成 为什么政府不够信任人民 对不对 那这里面我想有两个很重要的 一个是沟通方式的不同 就是政府里面许多的作业 也不会连 它还是以纸本 作为想法 对 就算是电子工的系统 它其实是模拟纸本的那个逻辑 那纸本有一个特色 就是当上指导你手上的时候 你的动作大概都是私人动作 你要画线 折持 批 批改 别人都不知道 你要再把它发出去 别人才知道 所以它是有一个Linearity 就是有一个现实的一个过程 每一站就是这个指导在谁手上 他做什么动作的时候 旁边的人大概都不知道 对 他发出去 就知道 那但是我们现在民间 大部分都是用营幕的 是 对 不管年龄 不管职业 不管什么 一般的交通方式都是以营幕为主 那甚至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 如果营幕他手放上去不能滑 那会觉得营幕坏了 对 这跟指导是完全不一样 对 那你在营幕上面 当你看到讯息的时候 你的整个所有的操作都是互动性的 也就是说它是公开的 对 它是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 那跟指导的相反 所以很多人他在手机上面 或在平板上面 他看到一则讯息 他甚至还没看完 他已经先按赞了 他先分享了 他先去做很多社会性的行动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纸上本来那么要求的 平衡报道 啊 道金字塔型叙事啊 这个平衡呈现各方的事 就是传统编辑训训练 这个在营幕上是完全 就是不同的逻辑 完全没有20岁 对 那所以从民间的角度 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政府一直在用这种批次的 线性的 好像做完决定在跟我们讲的 即使是问大家的意见 好像从一次问到下一次问中间 好像隔了两个月以上的 就是简单来讲 他这个accountability 对 就是当责嘛 对 的这套系统 在政府里面是觉得 我怎么从上方甚至上线 对 这个已经是有克责了 已经accountable了 对 但是民间感觉到的那个accountability 现在因为营幕的关系 那个是互动式的 对 所以现在很多人翻成问责 原因是因为那是你可以随时问 你随时问 那就是随时讨论 随时讨论 就是多项的 但是政府以前还翻成 好像说克责 克语责 的时候 就会变成是说 它好像是 就是一层一层往上的 或一层一层再往下的 这是一个线性的 而不是多个多的 对 所以同一个accountability 民间跟政府的想法不一样 嗯 那我想这个是造成这个信任的 不平衡的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 嗯 那我觉得它有一个次要的原因 就是说 大家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 现在很多还是想像是说 我找到一个正确的人 嗯 来代表我 嗯 然后我就可以跟管这件事情 嗯 对 那确实新兴民主国家 大概都是 就是先从强人争执啊 等等一种开始 对 所以这也无可厚非 嗯 那它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 我们看一些 比较新进的一些民主制度 像参与式预算 对 或者台湾才刚通过的公投 嗯 或者是 像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 呃 北欧的一些这个 嗯 嗯 基本上它最后 即使 它不一定有选举 但是即使有选 也是选事 绝对不是选人 嗯 那是它的特色 嗯 就是关系这件事的人 它组织起来 嗯 然后把这件事情提出好 很笨 最后如果要好几个班 我们再来投票 对 那投票也是对事 也不是对人投 嗯 那这样的好处是说 事情是可以 大家透过讨论 越来越了解 嗯 但是人呢 你大家品头论组 也是没有更了解那个人 嗯 就是不同的东西 对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第二个比较次要 就是说 台湾对这种对事不对人 的这种民主态度 嗯 我觉得那个是还是要 要培养 嗯 对那这个也是 公务体系也是这样 就是 因为传统上 如果还在戒严时期 在公职服务过的 嗯 那确实人质的因素也是很重啊 嗯 就是说 领导的那个威权的那个性格 对 那当然解严之后 在呃 从事公职的 那当然也许好一点 嗯 它的培养过程里面多了一点 这种对事情的状况 但是因为目前在公务体系里面 这两个 还在慢慢做一个 范形的一个专业 嗯 那加上民间又还是有一种 那我就找到一个强人 帮我解决事情 嗯 嗯 就那种期待 嗯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 就变成是说 那它会有的 4 cause 就是它会让沟通 先天上的就难以发生 嗯 对 因为你没有沟通的标的 嗯 你没有一个social object 嗯 对 那那个就不是沟通嘛 那个就是回到就是lobby 嗯 就是啊 这个人跟我好 这个人跟我不好 这个人听谁的 这个人不听谁的 嗯 那都是标准人 对 对 那我们好像看到一个 就是说对于公民事务 对 公共事务的关系 对 有一种极端 嗯 要么就是非常强烈的 Apple知识 对 要么就是事不关键 事不关键 那你们觉得对于公民啊 嗯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提升我们公民 在这方面的公民数字 我想现在 尤其我们 因为我是新客当的 就是当时客当会的成员 真好 所以我们当时很强调就是说 即使是国小的阶段 是 我们也要有这种 呃 自发互动共好的 这个素养 嗯 那自发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学习者的好奇心 不要闷上他 但是互动 我们特别在讲就是社会参与 嗯 你就算是家附近的某个公园 你希望它长成不同的样子的 那个程度 嗯 嗯 其实小学生有很多想法 嗯 嗯 不是说你等他变成18岁了 再来学这种对话的体验 对对对对对 而是说他在他的幼稚园 或他的小学 他就是有一些 也有一些公共议题啊 不是没有吗 对对对 那即使他还有一些制服 也许制服也可以大家起来讨论 应该长什么样啊 是的 就是每一个公共性的题目 都可以变成参与的话题 嗯 那所谓共好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每一个议题 每一个不同的立场 嗯 可是你只要愿意听 到最后你大概可以找到一些共同价值 对 让我们就专注在这些价值上 找出他都能解决 接受的解决方案 嗯 嗯 对那这个严聚共同价值就是共好的素养 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说 如果大家能够在这种极小的尺度上 是 利用像新的课堂 当然那个是国民教育 那到高等教育也有像大学社会责任 嗯 这一类的方式 大家在学习的过程里 就已经把解决共同的社会 一个环境问题当作其中一部分 对 那不一定能解决 但是至少讨论就是素养生 是是是 那如果真的能解决 那就叫社会创新啊 就是SDG啊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所以大概是这个想法 那社会创新的方案里面有不算详细的描述 刚刚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率 嗯 真的很开心知道 天空在这个新课堂这里都有参与 所以我们在新课堂的一些老师们 或者是校长的学习一些引导的系统上 这一块我们也有参与 对啊 没错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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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你就让我想起来就是说 好像在有一个访谈的程度 你提到你从小在家里头 家里就很鼓励做 讨论这件事情 是是是是 所以私便的讨论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一块来讲 你觉得 怎么鼓励家长们去做一些这种事 你刚刚讲的 就在学校的头科里面 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们 其实自己就是解研之后 受教育的一代 所以其实大概不用特别鼓励 他們當年可能就是問問題小孩 就是說因為其實解言之後 確實我覺得有一個心態上的轉變 就是公共事務以前都不能談的 現在不然可以談 談的品質怎麼樣再說啦 但是至少可以談了 那又因為這個跟網際網路的估計 在台灣是幾乎同一年發生的 所以這一代的年輕家長 他一開始討論也許就是在BBS上 也許就是在網站上 他等於有言論自由的同時 他也有數為表意的這個自由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運用社交媒體 運用這些網路的東西 不用特別去鼓勵 所以他們跟他們小孩的關係就比較平等 因為你在網路上面 你看到一個網友 你也不知道他幾歲 你本來就需要一個比較平等的 一個交換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對於新一代的解言 或者家長我其實是很放心的 對 我覺得他們不需要特別去普選 自己就已經用這個任何權威都值得被挑戰 包括他們自己的權威 我看到的是比較不一樣的 請說 因為我們剛剛說的這一代的家長 當然就是有數位 他們在網路上面是很會溝通的 可是人跟人之間很溝通 他們其實是很弱的 面對面的 對 就是面對面面的是說 如果他的小孩叫娘的問題 他基本上就是會追蹤他的家長的問題 所以是非常擔向 就是可能 openness 沒有像我們想像中那麼好 他也許在網路上面 You know why You chat 什麼東西 他可以做 可以救私 但是真的要面對面的 他們可以 我覺得是沒有那麼樣的順暢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mobility 就是它是一個模態的差別 就是說如果他的小孩 好比像說到了八九歲了 上網 他們留言也許是比較平等 可是當他實際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的時候 可能甚至是因為他自己青少年的時期 對著螢幕的時間可能比對著人多 對 所以反而對著人的時候 他會有點落入你剛剛講的那種 就是比較手足無錯 但是因為手足無錯就變得比較威權的 是 的這樣一種狀況 是實際上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面對面這件事情 它是 我覺得它不只是素養的問題 它是一個習慣的問題 就是我們能不能夠去培養出 不管是二三十歲的家長 或更年輕一點的十幾歲的小孩 還有這種可能一整個小時 他完全不看螢幕 然後只看人 是 的這樣一種能力 是 那因為如果你不培養這種能力 就連這一代的小孩 他長大了 對 那他碰到真的需要面對面的時候 他可能還是拿出手機來畫 對 他可能還是忽略掉後面的感受 對 那從外面看起來 伊夫塔還是很粗暴 但他不是不以為 他自己比較習慣用螢幕而已 對 對 就是像引靈的這樣的一個 position 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 create 一個 就是有更多的 face to face 或是真的是火深深的這種對話 不是在就是用數位的方式 當然數位溝通很重要 當然數位溝通很重要 但是我們更需要有溫度的溝通 有溫度的溝通 那在實際上面的操作 就是有什麼樣的計畫 是往這方面走 我自己直接相關的還有兩個 一個是說 各位今天來了這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當然很快的整個空中 就會變成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那這個地方就是鼓勵大家 去把即使是數位 但是要把創作的過程帶來這裡 所以意思是你在這邊碰到是創作者 碰到是人 那創作者也不是自己彎在小房間創作 他是碰到對他的創作關係的人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個空間 其實當初也是透過的討論 五次的討論 共同創造出來的 所以大家的願望 當時的共識 就是每天都要開到晚上十一點 而且要有廚房 要有咖啡廳 還有一個餐廚的主廚 然後唐鳳每個禮拜三都要來這裡 大家對空間有任何想法 每個禮拜都可以改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我們叫做參與師設計 就是由參與者來決定的一個空間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他在城市裡 他在鄉上 在任何地方 只要這種空間一躲 其實大家就會願意 重新去做這種公共討論 因為這個公共討論 在他覺得一個安全的地方 他不會覺得好像是說 他一言不合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甚至我們這個地方的內部設計 都盡量把那個神明廠這些 做成是他講的會比較舒服的 這樣子一種光線跟神明廠 對 那所以我想這樣子的空間的營造 是 從明天開始我們會盡可能的 讓各地方政府的閒置的 或可以活化的空間 都可以類似像社會出現實驗中心一樣 去讓在地的組織者去進行改造 那改造出來的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您剛剛特別提到的 就是大家面對面溝通的時候 有溫度的那個空間 這是一件事 就是社會上行的實體化 跟具象化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也是相同重要的是說 即使是在數位空間裡 之前大家都覺得很冰冰的 很可能是因為是以文字 跟一些比較低解析度的圖片 作為主要的多多媒介 所以當然大家都會腦筆 腦筆就是投射 那投射如果我跟你已經認識十年了 我腦筆大概都會是對的 我看你寫的字 但可以想像那些字的樣子 但我如果跟人認識才十分鐘 那你寫一堆字 我很可能投射都是錯的 因為我不知道你這些字後面的生意經驗 對 那所以在網路上面 我現在是覺得說 我們如果把討論的習慣 盡可能多一些非常高解析度的 好比像說4K或以上的影音 它比較完整的呈現我們叫micro excursion 所以我們講話的時候 注意離訪哪裡 等等微表情 或甚至未來5G的時代裡面 我們用VR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坐在不同的房間 但是能夠感受到對方那種 很細微的聲音或者微表情 那到那樣的話 我想網路還是有需要 是因為空間的隔閡 我們這個地方坐得再好 大概就是住台北 或者是住高鐵旁邊的人 這樣努力用 這個是事實 如果如果你現在住在蘭尼 我住在哪裡 你要來這裡還是很遠 對 但是我們未來運用數位技術 我們如果能夠 很好地重現這種微表情 那這樣的話 那個討論品質 希望它是可以透過網路 但是還是保留 這個定程度的這個品質 對 那這個算是一個研究工作 那這個我們辦公室一直在研究 這就比較我們擔心 就是AI的時代以來人的溝通 沒錯 對 我們現在有一個口號叫 Extended Intelligence 就是延伸智慧 對 對 那我有加入一個算是智慧嗎 就是叫Global CXI Global Global 然後CXI.org 它是所謂的延伸智慧的一個counsel 那我們就是在研究三個題目 一個是說 怎麼樣讓群眾智慧跟仁慌智慧 不要看起來是好像擾亂 我們的人 人性 而是它能夠跟人 延伸人的 連性 然後 讓它是以人為本的這個方式 去繼續演化 等於一起演化 那第二個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自己的 個人的愛人的自由 就是我們的認同 怎麼樣 怎麼樣不要被這種很片段的東西 去撕裂 是的 而是說怎麼樣保持一個完整的人 對 然後會覺得說 這是我的 agency 就是這些資料 科學這些新的技術 怎麼樣是加強我的能動性 而不是去剝奪掉人的能動性 把人只能照著電腦寫的去動 那就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是說 在這個新的時代 我們能不能不要再用 像人跟人之間比較分數那種 或者是說GDP 我跟國際比較GDP那種 因為那已經沒有意義了 你愛衝多高衝多高 對 我常常講說 如果你是看智力測驗的話 任何人拿個手機 不然你正確的APP 任何人智商都爆表 因為它測的東西就是 手機可以幫你做的東西 對 所以測不到的 反而是自發創造力的程度 對 互動的能力 然後批判思考 對 然後以及最後 找到不同的價值 不好 那現在國際上 當然也有一些 像我們剛剛在談論的 有序派山指標 有一些是在兩者的 或者OECD的美好生活的一個指標 或者是像 連國有序派山網絡 Jeffrey Sacks 做的那個 HAPPINESS INDEX 就是台灣 你據說是 東亞排名第一的 那一個INDEX 但這些都很粗略 所以我們看能不能再把它切細一點 讓大家知道說 所謂拼經濟或者這些東西 它後面的意思是 永續發展 而不是去拼一些量化的東西 對 對 大概這樣 您 您覺得 像我們基金會 對話類 而且我們這邊對話類 可能就是真的是 人們的互動 面對面對話類 以這個為核心的話 我們在這個現在的時代環境下 我們可以為社會 或者為新的時代 多做一些什麼事 不是都已經在做了嗎 拍這本書很棒啊 我現在才知道 這邊有分鐘 對 你們帶來我才知道 你原來知道它的英文嗎 有 我英文的話 我也不會看 其實你如果看我聽到我的書櫃的話 大概很多都是 FACILITATION的書 真的啊 我快看看你的FACILITATION 像有一個Dynamic Facilitation 噢 對 然後 From Conflict to Creative Collaboration Rosa Zoo etc 然後 我最近認識一個叫 Tom Atlee 然後 他寫了一系列的什麼 The Dollar of Democracy 然後 Participatory Sustainability 然後 其實有很多 也有從精神分析那邊來的 Andrew Simmons 的那個系列 然後也有從社會營造這邊來的 Footstrapping Democracy 所以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 大概 你的引導書單跟我們 跟我們不太一樣 我們比較根據 對啊 教學性的 很高 對對對 為什麼我們可以廣告 對 多少書單 對 這是你學習引導的一個路徑嘛 對對對 你都是怎麼 怎麼學的 怎麼開始的 嗯 算很多東西都是自學的 對 我其實 我剛剛也看得出來 就是說 我其實還是以團體動力 或團體心理治療的取勁 我只是後來認識一張華 然後他說 有這個 怎麼講 應用面 的用法 就是你真的要做出政策決定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一套 但是就像 馮雁老師當時跟我交接的時候 他也有推薦你們辦的這個公式 說非常有用 對 那我當時跟他就是說 我是有點半路出家 就是嫁接了 嗯 就是我學的大概都是 團體心理學 團體動力那些東西 但是後來發現說 那你把他引導到一個共同結論的時候 這個是可以用的 對 但是我自己關心的還是比較是長期的 是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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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就是我們會希望 即使是臉書人 或提案人 他一次跟我們開完這種行作動作方式後 他是會回來 就是會這個平台 對 對 跟我們還是有一個比較長期的關係 嗯 因為政策跟他的行程 一定不會是一次聚集到共識 之後完成的 對 就像很春季時最後蓋了很離地遠 對 可能明年後年他接幕了 對 接幕之後他仍然擁難你的 就是 剛剛講的一些公費生 他真的覺得合適嗎 他跟在地區你的關係會怎麼樣去培養呢 新的一期來真的有人會用嗎 他要怎麼永續經營呢 他人在地的別的醫院或診所要怎麼分配 他們之間互相的專員職能呢 就是說 就算是最成功的引導 你後面都還有一大堆事情要做 對 所以後面 就我們如果說設計思考的話 第二個單元 對 他可能會長出很多 第三個 第四個第五個小單元 是的 那所以我自己也不看中 就是我們怎麼樣 不要 以前好像 比如引導技術的時候 很多是第一個跟第二個 那邊的中間那個how many we 對 那邊的 question 是不是會移入引導技術 對 可是好像前面是兩組人 他有點擦開 就是好像去做研究案 做規劃案 去做需求的 十一組人 政策設計 但是最後你真的嚇到地方政府 變成執行單位 或者是你委外的時候 廠商 他是另外一組人 是的 對 那這兩組人如果中間沒有一個 空體病問題 那你 再好引導技巧也沒有用嗎 對 所以我現在不要再使用長期關係 是的 對 這也是才可以看到他的這個 真的好 對 我們也 也不希望我們只是做一次性的 對 當然 當然那個就是一個拍子的 一個brainstorm 對 那其實真正的 真正的後續的要是執行 都是要像公老師這樣 就是收回去 就是要做 就是你看要內化這個 這個概念到哪裡 像我們最近在幫健保署 做新一代的健保評證 就是虛擬化 像虛擬健保卡 這樣子的一種討論 那像我們第一次寫作會議的時候 分六桌 那桌長就會是我們辦公室的人 我們大概辦公室二十二個人 我們最初六個人去當桌長 但是他的副桌長 就是都是健保署的人 就是同仁 那到第二次的時候就會反過來 是他們當桌長 他們真的漏街了我們再補 那慢慢慢慢就把這個職能 主持的技術 就轉移給他們 因為我們不可能 要十二個人找不到 對對對 那這個很重要 對對對 你也不可能 可以去找external 對 所以像你剛剛講就是說 那你怎麼去培養 就是說 這個一套系統 除了政府 這個國關 國關學院 在培訓之外 那就是 還有什麼其他的環道 在培養 之前我入閣前 我就是在那個公文院訓練中心 他們有另外一套 他比較是 不是像健身檢之中 大概都得上的 他們那個是有點選修的 對 那邊我們也有發展一套課程 然後其他就是 政大的那個 電子質理研究中心 第一局 那之前 這都是我入閣前 就是也有跟他們 一起開發一些教材 教案 那現在因為我入閣了 所以主要還是在 就是公文院 把實際案子 以戰代學 來做 但是還是 反而有中生學習實術 對 這個很重要 那但是英文的理解就是 我就是之前在 剛剛講的 那幾個訓練機構發展的 好像還是有這下去做 只是我覺得 比較沒有自己參與 因為我們有時候 也會幫一些組織 一些單位上這種課 就是說 他們也是覺得說 這樣的skill 其實是非常重要 就是怎麼樣在內部 可以有比較有效率的 你們的會議的進行 這樣 是開心 嗯 今天這個學習到 或者知道很多 其實在 這樣 就很內部透過你 來推動這些 參與式的 規劃 對 很多 所以 我們在外面 其實不知道 對 媒體對這個報告 不夠深刻 對 因為主要也是因為 我們沒有做這種 大規模的 案子 我們 因為 討論品質的關係 其實每次寫作會 就像剛剛說 就是二三十人 嗯哼 如果你碰巧是 那個連署案的連署人 也許你才會知道 對 有這場討論有發生過 不然從媒體上面 那就是 A型專員決定做一件事情 對 它大概不會連回 那個 政府會議的事 確實是在 嗯哼 那你有聽過新加坡他們有辦過 Soulson conversation 嗯哼 在2012年的時候吧 他們就是有 就是 就是政府 呃 也是政府單位 就是要 應該算是 一二十人 三個 然後 少過一遍 它有點像是公民參與的對話 就是每個禮拜 都有公民去參與 某一種議題的討論 然後一整年下來 嗯 大概辦了六百多場 是的 沒有意思 這種公民對話 而且他們就是 變成是政府的一個施政的一個方針 就是說 比如光耀 之後他的兒子 接的時候 他就開始做這種事情 然後就變成是說 那一年 新加坡政府 就是讓民眾知道說 我們不是那麼專制的政府 而是 非常傾聽民眾 大概是在那一兩年的時候 就是辦了非常非常多場 沒有意思 對 那我覺得它就是透過 如果說是 之後如果很多的政策要推 其實因為你們內部已經有 這麼多的特色的人 對 這麼多的這種 這個聯絡人 其實是可以 用這種方式 讓民眾的主要 有 其實台灣對特定政策 像是資源論壇 像全文化會議 像 司法改革會議等等 大概都有 可是比較不是說 所有議題 談在一次談 可能就是 我們 像全文化會議 談完一輪 出一本白皮書 比較像這樣子 對 可以 他那個 新加坡那個 他就是授權給 教育委員 然後去推動 然後找出一些 大家關心的人 去推動 對 像我一直都有 所以其實Worker Cafe 是用的蠻廣的 對 重點是說 跑路完以後 那個收斂回去後 對 他的參考價值跟他 真正去負責執行的 對 本來有個問題 一閃就閃過去了 不好意思 一閃就閃過去了 不好意思 對 我們那個 因為明年 今天是朝方基金會成立20年 那我們自己想說 除了我們自己在推動 對話 幫組織做服務以外 是不是我們自己的 登高一夫來表揚 而且也在做推動 用對話來做改變的 組織工夫們等等 對對 所以我們想說 有一個對話影響力 這樣子的 這種 活動 或者這個一天 很想請您來參加 然後 然後 確定日期 我想可能在12月的 就 定日期 2019 對 因為我們每一年的 12月的第一個禮拜 星期六 是我們的 對話日 我們把它定為 是對話日 那我們去年 開始有一個 就是 就是跨世紀的對話 那就是 我們叫忘年 忘年對話 忘記的嗎 忘記那個年 那也是在年底 就是有多重的意義 那這個忘年 就是忘記的年 所以我們在去年做的時候 是有年輕人跟比較資深的 非常好啊 對 那就是一個跨世代的一個對話 那 那個半黑的活動 基本上就是還蠻 蠻touching 因為很多的conversation 在裡面發生啊 藉由這樣的機會 就是說 我們也看到就是 欸 那年長的人 他們的需要 跟他們的 還有他們的機會 可以分享給年輕人 我們定這一天就是說 那今年我們還是有啦 也是12月1號 也當時我有歡迎你們 來一起來參加 那明年算是 我們第一次 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一個表揚 就是在對話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真的是能夠去 撼動、擾動 是 可能一些組織的改變 或者是說 我們這個 我們一直吸引文長的 那當然看到你們在 這方面的一些 非常semiticant的一些 所以就希望說你們能夠來 所以是2019年12月7號 對不對 第一個禮拜六 對應該是 可以嗎 我覺得先留下來了 我問了 對 好 那我們 其實我們今天會 對 在兩年前 2016年 也得過一個獎 就是 就是全球導引導獎領 獎領 Hercitation Impact War 它是 就是 它是一個 國際引導協會 那麼它 基本上它也是希望大家知道說 引導可以促進怎麼樣的改變 而且這個改變是可以 可以major的 如果在7月5號 它可能就看到它的 這個業績上的改變 就是上一邊的 那我們在2016年 應該是2016年 今年也是 2016年 我們那時候很榮幸 我們跟高花會 也就是一樣 智南前衛生局局長合作 它有推動一個 讓大家怎麼樣去認識高齡社會 然後Active Aging 是 它做了一個 互動式的展 那那個互動式的展 需要的導覽 全部都是大哥大姐 就是用 40歲以上 然後它不是用一個 擋入一點的方式 而是怎麼樣做互動 然後可以幫他們來看 對高齡人的形象 我們基金會是他們的策略 就是訓練了一些 對話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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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也會 這樣訓練之後 他們也是有一個正式的 它是算修業證書 它是 也是上你們拿的那種 當然不是我們這種 Centify 我們Centify的process 不太一樣 對 我們認證的方式 你們仔細在台灣 現在有幾個Centify Centify 台灣有幾個 有十個 但你們是訓練機構 就是它可以 我們沒有訓練機到多 就是它得離開台灣 才能拿到 台灣有一個叫做 Institut of Cultural Affairs 對 是它來發 對 不是不是 它是有課程 我只知道它有課程 我不知道它有課程 它不做Centify 所以因為 Facilitation的背景 各有各有各有 或者是社會學 或者是這個 也還是以外 後來學一個資料等等 所以它IAF 就是Institut Facilitation Facilitation Facilicator 它就變成是一個認證代理 但是它本身就不培訓 才不會利益衝突 對 像我們倆都是醫生 我們倆都是assessor 所以我們不管今天 Candidate他是學什麼 但是他要符合我們的 這個Core competency 然後我們就是去 看他的Documentation啊 然後看他實力的 Facilitation Process 然後如果他符合這些 這些Core competency 我們就 一般要花多久時間 他有 你說花多久時間 得到認證 差異很大 因為他是Evidence-based 對 就是你的六個Competence 然後每個Competence 下面可能有些自行為 對 然後他的Stage 證據很足夠 然後就Stage 2邀請過來 邀請過來的時候 他做了一些 研究研究 我們當場在做一個 30分鐘的workshop 對 有很多的 四個assessor 還有其他人工 好 讓他facility 對對對 然後最後還是Evidence 我們還是去找Evidence 對 那這樣的養成 對 這樣的養成過程 有一個人十幾年 有一個人兩三年 我們這幾年 因為開放中文的認證 我們就發現 在中文當中 有很強大的需求 他們大概也開始覺得 對分貝群是一個top down的主義 絕對不能帶動年輕人 再加上現在的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對 不可能是這麼簡單 所以 可思的別人是一個需求 coach也是一個需求 可能順便問問看 對於theory 您有聽出過嗎? theory unit 對 就是MIT autoshop 早期跟Pieter Senghi Pieter Senghi 對 Senghi他們早期在做 主思 self-organization 主題變革的時候 就強調了那些五項修煉 系統化等等 那後來Auto自己 就這樣 對 theory unit 它其實是個process 它這個process 像您剛剛在講說 您去聽民間的意見 就等於現在就是 Consensic的過程 對 然後怎麼樣 但是它最大 我覺得最大的感動 是 它已經不再想我們自己 我的組織而已 不是從Ego 跳到Ego 那我整個對生態環境 對社會 或甚至於對情侶 人類 它的影響是什麼 我們在做的這些事情是什麼 謝謝 對 我們覺得這個process 我可再去Kindle上買一買 我跟 再研究一下 對對對 您可以買它最近的那個Essential 那一本 好 那我跟那個Floence 很幸運 我們一約分的在澳洲 我們有去參加 歐主他其實的首課 然後我們做了一處教團 我們也在想說 嗯 這樣的概念 大概 歐主斯也講它不是新的概念 但是它們的確是打開了我們 是 是 它很強調就是 少幫忙給它 對呀 怎麼樣是多聽 然後共創 對呀 感覺上你們在做的事情 是在做這樣的process 開心 我想要問一下 所以對於這本書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跟覺得它可以 它可以推薦給誰 或者是 可以推薦給誰 可以推薦給誰 要怎麼問 我有什麼 這是蠻有趣的一個問題 書語有很好的example 主要是做政策的改革 對 尤其在南非很困難的 對 所以這本書 其實可以推薦給一些 公務人員 等等 嗯 就是說因為conflict resolution 其實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 對 就是絕對是這樣子 對 那南非的案子 其實也是很經典的 的案子 對 那 那 對 對 沒錯 所以 當然 台灣現在也正在經歷這個 包含中正紀念堂 等等的這些 而且現在 大家發現說 中正紀念堂 也不只是台北市的人的事情 所以他們現在全國都要 尋匯地去辦 對於中正紀念堂的這個討論 嗯 所以我覺得 嗯 當然 整個民主轉型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嗯 他可能不是 嗯 就像南非 其實不管他願景工作坊 他的權力再高 嗯 他後面還是有很多 不太好的 別的事情發生 是 就是跟他同時發生的有很多 對 你不能只看一兩場搞平址的 可是 他確實有像標竿那樣的作用 就是他可以回過頭來想說 在當時我們可以放下一些成見 嗯 所以中間就算發生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嗯 但至少可以回到那些時刻 嗯 而不會覺得好像是 一直要往下下去 嗯 對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標竿的案例 我覺得還是蠻重要 嗯 所以我想 嗯 你有跟就是 承辦 中正紀念堂的案子 就是握草 他們有 接觸 沒有 OK 他們是蠻年輕的一個 對 然後 我覺得中正紀念堂的那個案子 是比較像 這上面講的 那個程度 嗯 的一個案子 因為它牽涉到就是 你要怎樣把大家不同的記憶 而且那記憶裡面 可能有很多 就是需要排解的一些成分 那才能轉換成愛 嗯 對 那像這種題目就跟我們 傳統上說什麼科技政策 它會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它是有大量的歷史跟 對 摸取 對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建議嘛 就是說 在做這一類轉型式的討論的 我覺得是應該是優先接觸的一個對象 嗯 它不管是 呃 裡面做引導的人 或者是 呃 被引導的人 可能特別是被引導的人 嗯 它有了這樣一種 transformative的經驗之後 對 它可能會想知道 第一個這是在全世界都要被發生的 嗯 第二個是它如果覺得 那真正的行為有改變 想法有改變 它有被啟發 嗯 那它能不能把它帶回它的社群 是 因為我們一場夜情供的方再好 它就是改變幾十個人 嗯 那我們是希望它能夠帶回去它的社群 對 嗯 嗯 好 呵呵呵 太棒了 謝謝 謝謝你 我們應該問的人沒有問到的 沒有啊 想到的 還要再挖床 還要再挖床 每個禮拜三都在這裡 是齁 然後我們就繼續上去 這樣就算了 OK 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 那想跟您合照 沒問題 謝謝 這樣 可以麻煩